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在菜场里买了一只三黄金 一共花了28块钱 首先我们把鸡处理一下 这里是鸡的肺部 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 这个地方是鸡的肾 也要把它弄干净 这两个部分都是排毒的地方 最好不要食用 脖子上的油 还有这些淋巴 也要用手将它撕下来 买鸡肉的时候老板不会告诉你 一定要将它弄干净 处理好之后将鸡肉改刀 先把鸡肉分割成大块 然后改刀做成小块 很多人在炖鸡肉的时候 都是直接焯水 但是那样做出来的鸡肉 肉质非常的柴 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鲜嫩了 将鸡肉做好之后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炖鸡非常鲜嫩 又没有腥味的做法 首先在鸡肉里 加两勺面粉 然后用手抓一抓 抓两到三分钟左右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能有效地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 抓半至有一点脏手的时候 就把它倒入一个大泡里 然后倒入清水 先给它清洗一遍 看一下这里的水 洗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将它端出来 控干水分 再倒入干净的清水 多洗几遍 这样鸡肉就已经很干净了 然后控干水分 再次把它倒入大碗中 再把鸡肉腌一下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能够有效地去除腥味 再倒入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再倒入适量的料酒 然后用手抓半均匀 在腌制鸡肉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放银 先放银的话 会影响鸡肉的口感 然后给鸡肉多按摩一会儿 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 然后放在一边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点干辣椒 用剪刀将它剪成两半 再倒入干净的清水 再次清洗一下 洗掉辣椒籽 再准备几根小葱 将它切成长段 切好装入碗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点姜蒜切片 起锅放入植物油 倒入腌好的鸡肉下去煎 开大火简单地翻炒 这样能快速地把鸡肉炒出水分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把鸡肉炒透 它就不会有腥味 大概炒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鸡肉里面的油汁全部爆出来了 能够闻到很香的香味 只有将它的油全部爆出来 吃起来还不会油腻 也会更香 然后我们把鸡肉推到一斤 用勺子舀出鸡肉的油 这些油我们可以留着 用来炒出 哇 油特别多 舀出了棒棒了 像这样的炒至表面有一点点 微微焦黄 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姜蒜倒下来爆炒 继续开大火翻炒 炒香以后 把辣椒也倒进来 将辣椒炒香 炒出辣味 然后我们再调顶味 加一勺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 如果不喜欢太深的颜色 可以不用放 加了老抽 可以烤出酱香味 颜色会显得更稳重 然后倒入一碗清水 没过滴肉 开大火将它煮开 煮开之后 盖上盖子 转小火 蒙1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满屋子都充满着香味 开盖之后 转大火 将它熟制 最后再加入一点食用盐 盐放在最后 鸡肉的味道还更鲜美 如果盐放得太早 鸡肉会变得更柴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 没有这么鲜嫩 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上小米椒点队 最后再把葱段加进来 简单的翻炒几下 就差不多可以封锅了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鸡肉 就做好了 这样蒙出来的鸡肉 非常的软浪入味 接下来我们将它装入碗中 也可以用一个砂锅 把它放在砂锅里 用小火加热 吃起来特别的香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 不仅好吃 看起来也特别的有食欲 如果家里面来了客人 炖上这样一锅鸡肉 非常的好吃 又非常的有面子 而且特别的受欢迎 喜欢吃鸡肉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